表弟是个初级徒步冒险家 哪里危险去哪里 出发前 我妈预测要下暴雨 让我劝下表弟 当日果然暴雨 表弟庆幸躲过一劫 却没想到 徒步队伍不但全部生还 队里还有隐藏富豪 为感谢队友的照顾 富豪送了一人一套房 表弟家怒火中烧 来到我家狂砸 抢夺照片时 舅妈失手将我推下楼摔死 我妈为救我 从轮椅上滚下 头破血流 在睁眼 我回到了表弟 出发去徒步的那天 看到这里的宝子们 要发财了 财神给看视频的宝子 送了八个月财运 给财神点赞后 并评论区发送谢谢财神 财神就会多送 两个月财运哦 宝子们快来试一试吧 音音啊 你去劝劝小宝 别去了 下午要下大雨了 我将我妈腿上的毛毯 戴得更紧实了些 抬头微笑 好的 妈 我现在就去 我转过身 脸上的笑意 却在顷刻间消失 只留下满眼的音质与恨意 上一世 我成了我妈的主妇 以暴雨进山危险为由 帮着舅妈劝住了表弟 当日果然风雨交加 一脸下了两天才停 本来还在庆幸 没有进山的表弟一家 却在无意间看到了采访 这才发现 徒步队伍不但全部生还 队中还有隐藏富豪 为了感念队友的照顾 富豪豪至千金 一人送了套一千万的别墅 这可把舅妈和表弟气坏了 新闻刚出 他们就带着舅舅 一路冲进了我和我妈的房间 边骂边砸 舅妈 都是你个多嘴的 好好的你劝什么劝 要不是你们两个 多管闲事的废物 我们家现在就住大别墅了 舅舅 就是 你这腿断了就断了 搞什么预测天气 当初就应该死了算了 现在也不会生生 被你截了我们的财运 表弟 我特朗就说那天我要去的 什么大暴雨 人家还不是全虚全已的 都出来了 一千万 一千万啊 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上下八辈子 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砸够之后 又从墙上拿下我爸的遗诏 打算摔在地上 情急之下我过去抢夺 却被舅妈失手 推下了楼梯 我妈为救我 转着轮椅到楼梯边 也被表弟一脚踹下 连人带衣一并滚了下来 头破血流 你来做什么 舅妈的声音 将我从记忆中拉回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走到了他们家门口 越过他往里看 正是和他 吵得难舍难分的表弟 我收起脸上的冷漠 乖巧一笑 听说表弟要徒步 我来说下我妈预测的天气 我妈的腿 是为了救表弟伤的 为此落下了病根 一有大雨就会疼 自从我爸车祸去世 他就格外真是假人 也因此对舅舅一家的无理取闹 通常都是能忍责人 但这一次 我忍不了 门内的表弟 气呼呼地转过头 大概觉得我又是 来给舅妈帮枪的 舅妈的脸上 挂上一丝得意 想来也是这么觉得 我跨进门 朝着背对我的表弟笑 小宝 我妈说了 今天不会下雨 徒步尽管去 表弟和舅妈的脸色都很精彩 一个喜出望外 一个惊诧不已 表弟一下跳起 兴奋的反抗 我就说没事吧 那老断腿都说没事 那就肯定不会下雨的 妈 舅妈朝我识眼色 我就当作没看见 上辈子跟着你劝 最后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 这一次 你的便宜儿子 自求多福吧 舅妈还是没拗过 自小被宠大的儿子 认了输 但我也没讨着好 他拿我妈的手术费威胁我 要我陪表弟一起进山 我到家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硬下来 既然大家都能活 那我也应该没问题 所不过是受点苦罢了 但我妈的手术费不能累 于是我趁着出发前的空档 紧急采购了一批徒步的急救物资 一个大的徒步包 装着各类防潮和防湿温的物品 脱了我那舅妈的福 当初逼着我给表弟查了不少登山的注意事项 因此买起来还算是得心应手 各类高热量压缩食品 男宝包 自热袋 充电宝 打火机 急救毯 压缩毛巾 止痛要等 应有尽有 全部都用防水带包了起来 我没有徒步的经验 都是理论知识储备 但好在有上一世的预知 应对起来应当也足够了 表弟看着我背着偌大的包里 装得全是急救物资 便开始嘲讽 笑死 出去别说你是我表姐 屁点路带这么多应急物资 看得我都觉得丢人 我将被他扒拉开的包重新盖上 转过身去 没有理他 这一趟我绝对不能死 但他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不好说了 出发时 舅妈拉着表弟 走一步说三句的叮嘱着 一定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 听到没 遇到危险不要出头 让别人先去探路 没事了你再去 你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太管别人知道吗 表弟满脸烦躁的 硬着知道了知道了 烦死了 推着舅妈赶紧走 临走前舅妈 还是拉着我 好好威胁了一番 陈一音 你这次去就是保护小宝的 万一出现危险 你必须挡在小宝前头 要是小宝哪儿 磕了碰了 你妈这辈子都别想做手术 听见了吗 我乖巧地硬着 知道了舅妈 我会保护好小宝的 直到舅妈走远 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我拿出手机 关掉了闪烁的红色按钮 然后假装不经意间 打开大左山的徒步地形图 指着下午的徒步路线感叹 则 这条路都走烂了 好多攻略 我听说有经验的人 都会自己走新路线的 你的经验够格吗 表弟很不屑地 朝我翻了白眼 那不废话 你以为和你一样 成天就知道查这个那个 一次都没去过 我将地形图展示 递到他面前 这条好像没人走过 看到有人说 谁能走下这条 肯定能在圈子里出名 可惜了 我肯定不行 我太菜了 表弟将我的手机推远 满脸的鄙夷 却在我不经意瞥见的角落 独自打开了那条线路图 我和表弟打得去的山脚 一下车 就看到了熟悉的六张面孔 全是上一世出现在采访中的生还者 那位千亿集团的继承人 也在其中 这位是 看起来像是领队的男人指着我 问我表弟 隔壁邻居 非要跟着来 不用管他 正常来说 徒步团都是提前固定人数的 临时增减 都会算作计划之外 我看见领队皱眉 主动伸手和他打了招呼 你好 不请自来 打扰大家了 我是第一次徒步 请大家多关照 到底是我的态度良好 领队并没有过多说什么 他带着我和表弟过去 跟大家一一做了自我介绍 讲解了一下本次徒步的路线情况 我们这次的徒步路线比较短 15公里左右 计划当天来回 虽然选的是大走山的已知路线 但有部分路段还是危险的 有登山账的 记得用账 不要装逼逞强 没账的 找根树棍顶一下 大家切记跟团厅指挥 不要掉队 叮嘱完事项 我们就正式进山 领队在前面带路 表弟则不服输的 非得冲在他更前面 几个女生都很友好 看我第一次徒步 主动过来跟我搭话 围首的叫陈瑞 紧张吗 第一次徒步 我点点头 有一点 其实不止一点 毕竟我已经事先知道了 暴雨的降临 也不是没看过极端天气下的 遇难势力 有经验的 尚且危险重重 我一个首次徒步的 不怕是不可能的 一旁的灵溪搭枪 没事 都是这么过来的 只要你跟着领队 大家都有经验 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很感激他们的鼓励和安慰 想了想 还是决定再尝试问一下 如果我说 今天会下大暴雨 大家会信我吗 几个女生相视一笑 还是陈瑞开口 徒步前 我们查过预报了 不会下雨的 别担心 我知道如今夜阳高照的天气 任我怎么说 大家都不会信 于是索性闭了嘴 不再提这个话题 我平时不爱运动 加上飞的东西多 没走多久 就开始有些体力跟不上 诚验见我体力不支 主动过来提起了我的包 感受到重量后 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嘴 你怎么包这么重 都带什么了 我不好意思的笑笑 打开包给他看了看 衣水的全是应急物资 吃的喝的用的 还有恩多防水袋 许师看我傻得可爱 他还是笑出了声 喊领队原地休息 远处的表弟 显然也有些喘 但到底是个爱动的男生 不像我这么突出 他转头对我翻了个白眼 自顾自得坐在了前头休息 领队过来后 看见我包里的东西 也没忍住念叨了两句 今天天气好 路线也不长 不用带这么多应急物资的 怎么样 还能背吗 不行的话分出来 大家一起背 今天包里东西少 都能分担 我能体会到 上一世的采访中 千亿继承人 为何对队友如此感念了 这群队友也太友好了 除了远处的那个二十组 我没有硬撑 还是把东西都分出了七七八八 毕竟我提前知道了进山人数 东西都是按照八人份准备的 晚些时候下了雨 大家也可以自取自用 就这样走 走些些到半山腰 前头却突然发生了争吵 不行 到团的时候我就说了 必须跟团走 听领队指挥 都是千百人走过的路线 还有什么意思 你们难道都没有冒险精神的吗 我跟着其他人上前看了看 发现是领队和表弟 先一继承人审坛上前劝架 却被表弟狠狠推了一把 滚开 跟你有屁关系 我本来累得不行 但看到行走的一千亿被推 还是称了力气 赶紧扶了一把 你搞什么 出门前怎么说的 你妈是不是让你一定跟着大部队走 陈瑞搭枪 对呀 说好的路线 定哪条走哪条 哪有走一半随意更改的 除了是谁负责 晨艳街上 你要想走 下次自己跟别人来 别再惊天耍少爷脾气 没人惯着你 另一个男生鲫鱼 也出声站队 你要走的那条都被拦住了 完全未开发 也没人走过 进山前的共识 就是跟团不吊队 大家也不会陪你去冒这险 别降了 耽误下去天都黑了 往常表弟都是在家里 被宠着你爱长大的 线下看见一群人针对自己 脸色涨红的不行 显然是气急了 你们 你们全都是懦夫 敢小鬼 你们不走 我自己走 回头等我出了名 不要后悔 说吧气冲冲的就想走 被领队一把抓住 陈家宝 我是领队 今天不可能让你 独自走新路线的 你冷静点 想走新路线 没人拦着 下回再走可以吗 表弟此人从不听劝 尤其是在上后的时候 他甩开领队的手 还顺带拉踩我 你以为我像他一样 第一次徒步吗 我不比你们差 我有经验 反正今天那条路线 我是走定了 你们不来 我自己也会去 眼见着劝不住 我上前又把他拉住了 等等 你要走可以 先拍个视频 解释下你是不听劝 自己走的 表弟看着我不服气 拍就拍 下了山谁不发出来 谁是狗 我朝着领队使了个眼色 领队叹了口气 拿过了手机 表弟在镜头中 满是嚣张和不屑 说着自己再也不会 和这群胆小鬼一起徒步 我翻了翻包 把急救物资云了一份 递给了他 他想也不想 就一把将东西扫落在地 东西滚到山下 领队的脸 灯时就黑了 而镜头也完完整整地 拍下了这一幕 表弟录完视频 就独自跨过了栅栏 逐渐不见了踪影 等他走后 我壮丝无奈地叹气 出门前 舅妈说让我照顾他的 我还是劝不住 至此大家才知道 原来陈家宝是我的亲表弟 承验最先开口 我们这么多人都劝不住 别说你一个人 再说了 他看着也不像是 拿你当表姐的样子 我撇了撇嘴 哎 出门前他警告我 不要和你们说我是他表姐 嫌我丢人 带这么多东西 本来大家 就被表弟的不听指挥气到了 下午四点多 山中的水气渐渐浓郁 天空也开始密密麻麻地下起了雨点 没过几分钟 雨势就开始有变大的趋势 领队建议大家 就近找地方避雨 这雨应该很快就能下完 但我知道不是 我往前几步找到领队 问了问山里的地形 赵哥 我们走的这条路 上面有河吗 领队猜到我的担忧 解释道 有一条 但是河道挺宽的 河床也不高 意思就是不用担心河水会漫处 但在上一世的采访中 他们说河水外溢导致低海拔的路段 全部都被冲刷 一行人是拼死撑着 才没被冲走 于是我建议到 赵哥 能不能趁着雨不算大 再往上走走 这场雨不会这么快下完 需要做好连下两天暴雨的准备 陈瑞这个时候正好过来 他们刚找了一个石洞 勉强能在洞口避一避 听到我这句话 不自觉提起我出进山时说的话 哎老赵 刚进山的时候你没听见 音音和我们说 今天会下暴雨 领队有些惊疑 陈瑞又接着说了 本来我不信的 天太好了 预报也没雨 但现在我信了 我使劲地朝着领队点头 表示我确实说得不错 领队虽然半信半疑 但还是回头招呼大家 继续往上走 路上他来问我 你怎么知道 我勉强笑笑 我妈老寒腿 看雨比预报准 过了几秒后 他又问我 那你和陈家宝说了吗 我面不改色道 说了 但他不信 他不知可否 转头又去前面带队 我扶着树干一步一步往上爬 压下内心刚刚泛起的波澜 上辈子杀死我和我妈的人 这辈子不配知道这些 也不配活着 河流已经有些上漫的趋势 流速也快了很多 大家合计过后 还是决定在附近高地的小木屋躲一躲 不冲动躺河 木屋虽然有些破旧 但总比下面的石洞来的安全 进屋后 外面的雨势骤然变大 渐渐露出暴雨的迹象 大家的鞋子衣服全都湿透 全身上下滴着水 领队招呼大家 先把石衣库换下 我则拿出包里的男宝宝和压缩毛巾 分给大家 暴雨之下无论怎么躲 多少都会有些淋湿的情况 山里本来就凉 温度对大家来说至关重要 周围的光线开始慢慢变暗 夏季傍晚不到六点的时间 就基本不怎么看得清外面了 我掏出打火机 用屋子里仅存的少量干木头生了火 领队在一旁独自拨弄着手机 神情凝重 我凑过去询问 怎么了 他轻叹了口气 没信号了 我想起上一世的救援 千亿继承人也耐不住两天特大暴雨带来的不可救援性 因此我安慰他 就算有信号 救援也得暴雨之后了 雨太大 进不来 他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 陈家宝 看不见位置了 我翻找食品的手一顿 你看得见小宝的位置 领队给我看他的手机 赫然是一个定位追踪的界面 他走的时候我偷放他包里的 不放心 但现在看不见信号点了 他掉出涂布地形图 放大在表地信号消失的地方 这里 等高线太密了 低纬度的斜坡又正好碰上大暴雨 如果他没找到相对高一点的地势躲雨 恐怕凶多吉少 我拿过手机 静静地盯着信号消失的那处看了一会儿 开口时 语气很平静 赵哥 我始终觉得 人的命都是自己的 自己不珍惜 那别人挂念再多 也没用 你说对吗 陈瑞过来叫我时 我和领队正在四目相对 眼中的情绪和想法 晦暗不明 怎么了 我回神朝着陈瑞微笑 没什么 陈瑞虽有疑惑 但还是没继续追问 他拿了包里的食品递给我们 吃的都放我包里了 多少吃点 补补体力 我将包里的充电宝拆出 递给领队 时刻保持电量吧 不管是救自己 还是救别人 说完我不再看他 起身朝着其他人走去 外面的雨声依旧很大 大家围坐在火堆旁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不知说到哪个话题 焦点突然就到我的身上 发问的是灵溪 哎 茵茵 你进山的时候就说会下大暴雨 你怎么知道 其他人也跟着发出好奇的目光 要下雨就疼 要下暴雨就特别疼 众人眼中都带着 既心疼又大悟的表情 陈瑞又问 那你和老赵说会连下两天 这也是你妈妈预测出来的吗 我看着他天真的模样 没绷住笑了 怎么可能 我妈又不是神仙 陈瑞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耸耸肩 谁知道呢 说不定我是穿越者 能预知未来呢 大家明显不信 都当我在说玩笑话 只有小少爷 沈谈露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我 真的能穿越吗 众人哄笑一旁 现在四女三男 男生主动单齐守夜任务 让女生安睡 到了半夜 女生伴随着屋内稀疏的声音 还是把我吵醒了 睁眼的时候 看到领队和领雨 在几个人的位置间来回切换 怎么了 我起身询问 睡意也基本散去 领队拿着急救弹包 在两位女生的身上 抽空回我 审谈发烧了 陈瑞和林希有轻度失温的情况 有退烧药吗 我立马起身翻了翻包里的加层 将退烧药递给了领雨 这次除了我 其他人基本没有遇到极端天气的心理准备 淋了一鹿的鱼 又加上骤然的变故 多少会有些身体上的疲劳反应 承液也醒了过来 翻出暖宝宝 贴在两个女生的四周 帮忙回温 我用塑料罐子搭了个简易蒸汽笼 又拆了几个自热袋 矿泉水分批倒抽 进行蒸汽加热 递给承液 这时我在网上看到 应对轻度失温的办法 喝点热水暖身 沈潭则整个人都在发烫 乌乌夜夜的蠕动着 淋雨为她吃了药之后 才渐渐安稳些睡了过去 忙活了许久 等回过神来时 半面已经有些蒙蒙亮了 我们四个轮流守着病患 趁空补眠 直到下午三点 他们才陆陆续续转醒 状态也比夜里好了很多 本以为这次有我的预判 大家不至于受太多的罪 却没想到天不遂人愿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乌乌塌了 屋檐塌下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数着还有多久雨停 索性没有砸到人 大家反应迅速地拿起东西 就往角落里躲 但眼看着木屋受不住暴雨 剩下的一点支撑也要塌掉 领队带着大家穿好雨衣 拿出登山杖 一点点走出木屋 好不容易体会到了短暂的温暖 全身上下又被淋了个透彻 我们在暴雨下缓缓挪动 也只能在一块大石下稍微躲一躲 暴雨不断冲刷着石头和地面 领队在反复查看地图之后 终于得出了一个冒险的结论 过河 我们就在河流附近 河中情况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流速很急 水势很大 水位上半 已经到了高位 但河对岸在网上不远处 就有一座废弃的寺庙 怎么样 走吗 大雨嫖泼 情势凶险 却不能不走了 领队带着大家挪到最靠河岸的大树边 拿出木屋里找到的一捆粗麻绳 他将绳子一头拴着自己的腰 另一头交给了凌雨 凌雨 绑到树干上 打死 我先过 你变后 大雨快要淹没每个人的声音 凌雨却没有丝毫犹犹豫 迅速将绳子的另一头绑在了树干上 紧紧抓住 剩余人也没有再问 默契地抓住绳子 为领队拉紧生命线 他用登山杖寻找着力点 一点一点走到河边 一只脚下水的时候 差点被湍急的水流绊倒 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 索性登山杖的支点还在 他慢慢支撑着站了起来 逐渐适应水流的速度后 他保持半弯着身子 一手扒着附近的石头 一手往前挪动登山杖的位置 然后他到达了对岸 领队刚上对岸 就立马将绳子解下 绑在了一旁的树干上 他向我们挥手示意 然后紧抓绳子 蹬紧了过河的唯一工具 诚艳三秒定好顺序 带着大家依次过河 凌冻的溪水将是化为了猛兽 湍急的水流不断拍打我们的身体 沈坛刚刚退烧不久 身体还有些虚弱 一个大浪过来 眼看着他在我面前松开了绳索 颤了之间 我几乎下意识放开了一边抓绳的手 死死拽着就要被冲走的沈坛 而程艳发觉不对后 一个转身也拉住了他的另一只手 这才勉强撑住 靠着我和程艳的拉力 沈坛用脚寻找着河里的支撑点 一点一点够回了绳子 后来的渡河有惊无险 大家都一一到了对岸 于是未小 我们依旧不敢停歇 跟着领队的路线 我们又慢慢向上走了一会儿 终于看见了那座废弃的寺庙 寺庙虽是废弃的 但却不算破败 领队安排大家休息后 继续查看周围的地形 这里地势不低 建筑也比较坚固 应该没有危险了 听到领队的话 大家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大口气 我将大家包里还能用的物资 全都放了出来 一一分发 领队又独自皱眉看着手机 我还是走过去问了一嘴 有消息吗 他摇了摇头 却又突然顿住 没有动静的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闪烁的红色小点 他迅速将位置放大再放大 然后红点又再次消失 彻底没了消息 死机的屏幕上 看不见一丝痕迹 我和他之间也保持着怪异的沉默 直到领域走过来 陈家宝 看得见吗 手机屏幕熄灭 领队捏着手机的骨节 根根奋明 说出的话也带着颤音 另一气 在山下 要么包丢了 要么人下去了 连着两天的大暴雨 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渐渐停歇 直到傍晚 救援的队伍才在寺庙中 找到了抱团取暖的我们 领队向救援队说明陈家宝的情况 随后跟着我们一起掀下了山 行至山脚时 我远远就看见了 交集与慌乱的舅舅和舅妈 他们的视线也随着救援队的出现 往我们这边移动 看到走出的一群人时 舅妈疯了一样的冲进徒步队伍中 一个又一个的扒拉着队员的衣服 每到一个队员身前 抬眼那一刻 他就从满怀希望到绝望 重复一次又一次 直到走过每一个生还者的面前 依旧不见陈家宝的身影 他才拽着救援队员拼命嘶吼 我的小宝呢 我的小宝呢 他们都没事 他也没事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陈音音 他人呢 他说好保护小宝的 他人呢 往日作威作福 盛气凌人的他 此刻就像是精神病院里的患者 一遍又一遍 重复着自以为存在的渺小希望 舅舅则站在原地 一脸麻木地看着近山的入口 面如死灰 我借着视角的盲区 在队伍的最后 独自拐了个小道下去 站在不远处的树后 我爸送货 我妈陪他 说好了晚上回来给我过生日 却在开着货车回家的路上 顺路接上了放学的陈家宝 那时的陈家宝才16岁 正是叛逆的时候 我爸唠到两句后 他就起了脾气 朝着开车的我爸挥拳 一拳打歪了方向盘 车直冲着栏盖去 车翻了 我爸当场死亡 我妈为了保护陈家宝 双腿卡在了车里 送去医院抢救回来后 双腿却因断裂 再也无法行走 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 我刚插上生日蛋糕的蜡烛 却终究再也没能吃上蛋糕 而那时的舅舅和舅妈 拉着只是轻微擦伤的陈家宝 站在我妈的病床边 一字一句都扎在我和我妈的心上 早知道不让你们接小宝了 这次幸亏小宝没事 否则别说是陈于斌他一条命 就是你们两个人全死了 也不够赔的 但是我第一次打人 随着我妈的物业声 握紧的双拳 朝着陈家宝的脸一下又一下 我恨不得当场打死他 为我爸陪葬 但是最终他没死 我爸也活不过来了 失去至亲的痛 明知要失去 却依旧无能为力的痛 我比任何人都懂 现在他们也该尝一尝了 救援队将两人带去一旁安抚 而我随着队伍的人流 头也不回地上了救护车 经过粗略的检查 大家的生命体征 都没有什么大的异样 只有沈谭的发烧反反复复 住进了VIP的病房 队友们的爸妈们 都陆续来到了医院 庆幸着劫后余生 我悄悄从病房离开 独自走到了VIP3的门口 门外的保镖 向两尊大佛镇守着 屋内传来了 沈谭略带沙哑的声音 没事 让他进来吧 沈谭的脸色 似乎比我在上一时采访中 看见的略微好一些 我没有多少时间 因此直接开门见山 沈谭 哦不 该叫你沈金珍 我有件事 需要你可以帮我 床上的沈谭 眼神有我看不太懂的一丝异味 他轻笑 你说 我想请你派人 把我妈接出来 带上我和我妈的身份证 还有我爸比一照 再给我一百万 就现在 山下的舅舅和舅妈 还在等待 领队也告知了搜救队伍 陈家宝最后定位的所在地 他们很快就能找到陈家宝 而我要做的 就是要在舅舅和舅妈回过神前 带着我妈离开 沈谭没有犹豫 问过地址和卡号 就拿手机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小时后 登站门口 姨妈会在那里等你 一百万到你卡上了 我松了口气 公身谢过 沈谭问我 这算是 还了你就我一命的恩情了吗 我微笑 算 一百万 你一条命 不算多 沈谭 纵使你知道 我本会给你一千万 我的身体一僵 看向他的眼神 带着点震惊和探究的意味 他神色如常 却说着 在我死后 表弟的故事 后来你表弟还是进了大左山 独自去的 最终也没有出来 你就妈觉得他儿子进山死了 而凭什么 我们那次却都活着出来了 所以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他从路上冲出来 捅了我一刀 沈谭摸着自己的腹部 那一刀可真疼死了 再到后来 他就跟我一样 重生了 在那个反复发烧的雨夜 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在做梦 直到听见我说的话 才恍然明白 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告别了沈谭 打得前往东站 和我妈会合 听到上一时表弟和舅妈的结局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 只觉得一事归一事的仇怨 一事有一事的报应 但我从不后悔 这一事的决定 我带着沈谭给了一百万 和我妈落脚在了北市 前往北市的车上 舅舅和舅妈的电话 疯了一般的打进来 我一个也没接 热搜上挂着 大左山徒步队伍的惊险遭遇 八人进山 七人生还 途中裹着尸体的袋子 由救援人员抬着出来 我看着视频中的舅舅和舅妈 扒着尸体 哭得肝肠寸断 险些晕厥过去 陈家宝的脸被打了马赛克 但还是有人发了高清图 泡发的脸上 看不清生前的五官 和我妈上被子摔下楼梯时 沾满血的脸一样 路上我妈问我 音音 那天我说会下雨 你真的和小宝说了吗 我将两部手机都关机 看着窗外 嗯 说了 但他不信 他不会信的 即便我真的说了 我换了我和我妈的手机号 我去了和舅舅一家所有的联系 却在没过多久的网上 再次看到了他们 警号图部队抛弃队友 这队友遇难警号 警号图部队陈音音 害死表弟陈家宝 警号 警号图部队故意抛下队友警号 社交软件上 与那天图部相关的话题 煞时间涌上热搜榜前时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个舅舅和舅妈 声泪俱下的控诉视频 陈音音 你作为小宝的表姐 出发前分明说了 不会下雨 我这才放心 让小宝去的 可结果呢 你欺骗我们说 不会下雨 自己却带了一整包的防雨物资 你到底是何居心 你出门前说过 要保护好她的 你说过的 如今你安然无恙地活着出来了 可我的小宝 却长眠在了大左山 你甚至连我和你救的一个电话 都不敢接 带着你妈连夜跑走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广大的网友们 我的小宝已经死了 她被自己最信任的表姐和队友抛弃 永远回不来了 现在我和她的爸爸 只想讨回一个公道 我们要一个真相 视频的末尾 他们还拿出了和我的通话记录 上百个未接电话 明晃晃地暴露在镜头之前 若不是我早早换了号码 此刻怕是 已经被激进网友的电话 恐轰烂炸了 警戚人的徒步群重担出消息 是领队老赵转发的热搜视频 群里的每个人都炸开了 纷纷谴责无良的舅舅和舅妈 怎能如此诬蔑人 虽然隔着手机 老赵也还是发挥着领队的稳定人心作用 大家先别慌 那天我们录了视频的 能证明他是自己要走的 下一秒 老赵就把陈家宝那天录下的视频 发到了群里 安定了下军心 我还没有开口 老赵便私聊了我 视频很关键 是你的功劳 我大概能猜到他想表达什么 但依旧坦荡 人心不可不防 也确实如此 即便不是防着我舅舅和舅妈 也得防着 事后被有心之人怀疑我们故意陷害 但这还不够 视频中的陈家宝 明显带着怒意和赌气的成分 而且前度我们劝解他 留下的过程并没有录进去 根本体现不出我们努力挽留过 即便视频发出 我们所能辩驳的 也只是他自己要走 我们拉不住这样的说法 但这言语 力量太薄弱了 因为人数悬殊 在可预见的危险性下 只要我们真的想 他总是可以不走那条新路线的 但我们还是放他走了 若是存了心想汝蔑我们 从道德层面 网友的口水也能把我们淹死 徒部队还得背上一个不专业的骂名 这不公平 我打开电脑 一个名为大左山的文件夹中 存放着当初我录下的所有音频 包括舅妈拿我妈的手术费 威胁我进山 包括出发前 舅妈对陈家宝说的那些话 也包括陈家宝录制视频前 对大家的大放厥词 我把音频打包后 发到了群里